在今天这个现代的大时代背景下 女性经济上独立生活 也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 有些女性甚至比男性的经济条件还犹豫 一些女性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找另一半 感觉另一半有时候甚至是个累赘 事实确实如此 当女人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 对男性的依附性会大大降低 可是这并不代表女性不需要男性的相伴 特别是生理方面的需求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生理已经完善的女人 如果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话 会有很多危害的 第一点 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 女性得妇科病的几率会增加 医学上说 女性的性高潮如果得到充分的满足 是一种理疗 可以刺激荷尔蒙的分泌 如果长时间不过性生活 会导致妇科炎症 第二点 女性痛经的日子也会增多 女性的月经和性基数的分泌 有很大的关系 长期没有性生活 便会使性基数分泌减少 从而引起月经期痛经 月经期血量异常 经期不规律 月经期延长等异常的现象 第三点 女性的色斑会出现 面容看得比较憔悴 长期不进行性生活的女性 体内的基数分泌不平衡 久而久之内非密失调 脸上就会出现痘痘 色斑 看着脸色特别差 有时甚至还会引起乳房脏痛 肿快或者乳腺炎等发生 第四点 容易让女人失眠多梦 烦躁多汗 精神紧张 很多三四十岁的已婚女性 都会去医院咨询 夜间睡觉 会出现多汗异梦 失眠 难以入睡的现象 是什么原因 这个时期的女性性欲望是最强烈的 但是这个时期的夫妻 已经过了激情难耐的时候 而且生活压力特别大 夫妻间的新生活次数和质量 都大大下降 时间长了 女性体内的荷尔蒙 聚集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就会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 出现失眠 多梦 出汗等现象 第五点 两个人从当初的相识 相知 相爱 相守 共同走进婚姻的殿堂 进去了同为夫妻关系的模式 两个人彼此都有义务和责任 来把共同 把生活的美好幸福 女性要想让自己过得幸福 不仅物质上要得到满足 生理上也要满足需求 有适当的情趣 来给男性以诱惑 来促进夫妻性生活的进行 不仅让男性更爱你 也会让你更加美丽幸福 健康快乐 Gast 制作人 个人 忙碌 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